接着来看焦点话题 艺人李倩荣他旧团参观阿帕契直升机的风波 现在继续扩大 最新的进度是他本人虽然暂时被无保请回 飞官老乃臣被桃源地检署以50万元交保 但是国防部认为陆军司令部的惩处名单还不够周延 退回并且要求重新检讨 明天要再提第二波的惩处名单 这起事件演变至今对军方造成的伤害还难以止血 我们来回顾这整体事件发展的实在十分的迅速 3月29号李倩荣这个亲友团就在老乃臣的带领之下 一起去参观拍照阿帕契直升机 还打卡上传脸书 结果遭到了各界的议论之下呢 李倩荣当时还表示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他只是白目而已 但是军方在4月2号在各界的压力之下 对老乃臣发布了第三次申戒 当时传出的亲友团的人数是有13个大人 还有7个小孩没有提到有外籍人士 可是各界对这样子的一个惩处大表不满 网路上是一片骂声 所以在4月3号军方就再次公布了一个5人惩处名单 这个名单里面最高就寄过到 航特部的中将指挥官陈建才了 但是隔天爆出了 老乃臣曾经带着这个价值300万元的阿帕契驾驶的头盔 去参加变装派对 舆论更是哗然 而且还引来了马总统关切军中封计的问题 国防部长紧急就召集三军司令 怒斥并且要求整治军机 然后在凌晨5点 桃园地检署展开了佛晓大搜索 一直到今天将老乃臣以50万元交保 所有的亲友团的成员全部列为被告 其中还包括有所谓的日籍友人 以及还有多名的外籍看护 因为大伤了国军形象 所以参谋总长颜德发下达军令 要求所有的单位明天要举行军纪检讨会 这个是自1949年国民政府牵台以来 国军首次举行同时异地的军纪检讨会 可见情节之严重 中校飞官老乃臣6号凌晨被桃园地检署 预令50万元交保后穿 老乃臣走出地检署时 面对媒体不发抑郁 检方透露虽然老乃臣面对征讯态度配合 但个人荒唐行径不断 出的包只在太多太广 除了违反军方接待亲友规定 带团参观阿帕契 先前被老乃臣偷偷带离营区 拿去开趴展示的阿帕契头盔 也被检方认定涉嫌触犯 入海空军刑法的泄漏机密罪 最高可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也是老乃臣以50万元交保的两大主因 我要为我第一时间的失言 不当的态度 向社会大众全国人民 致上我最深最深最深的歉意 至于李千荣等阿帕契游乐团团员 全都被无保请回 因为此案过于特殊 没有潜力讨检证厘清适用法条 因为目前国防部公告 适用药塞堡垒法的陆军基地 全台共有七处 六栋腰特战旅就这么刚好不是猎棍基地 在里面与阿帕契合影 能否适用违反药塞堡垒法 仍需要国防部回汗确认 至于这张李千荣坐在仪表板前 炫耀的脸书照片 特战部认为驾驶舱内的电子仪器 没有通电不算机密 但被外界痛批有护航嫌疑 陶检也对特战部说法存疑 认为算不算机密 会汇集国防部所有资料送达后 再好好研究 加上检方查出参访团 还私自夹带五名外拥进入营区 与当初老奶神向国防部说明 二十人都是本国人的自白书不服 这都涉嫌隐匿 以及违反门禁管制规定 以及五名外拥的雇主也违反就业法 各种状况都显示 扰卵城不仅一再说谎 对上欺瞒 没在第一时间吐食 原本因此焕发的飞官 沦落成败坏国军风气的象征 六点TV友商话综合报导